这个香港警察政治部是什么单位呢 他们是英国的苏格兰厂的一个分部 他们直接受命于这个香港的这个 英国的苏格兰厂叫军情六局 是他的指挥的 我们看过很多时候007的电影 James Bond那个电影 那里面讲的那些特工人员 大多数讲的是军情六局的他们的特工人员 那些传奇故事啊 但很多是编的 也有的有事是根据的啊 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啊就跟我讲啊 就是你已经通过了都为我高兴了 第二天呢17号就拉我到了这个 香港住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 就我拉过去 我就进入总领事馆 我第一次看见 这个这个是美国的地方是这样的 一进门两个美国兵 那是海军陆战队 一个黑人一个白人守在门口 哇这美国大兵够危严的啊 然后过去进去呢 我把我引到一个客厅坐下以后 香港的这个美国总领事就来了 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反是瘦瘦的啊 瘦瘦高高的一个人 他来了呢也没跟我多说话就跟我讲啊 这程先生欢迎你到美国来啊 这个叫你久等了 叫你久等了 他说我们有很多手势要办啊 你到美国来也不是我们就能决定的啊 我们得请示上边啊 上边再下达下来这个过程啊 就是这么长时间啊 他说很抱歉 你从今天从今天开始啊 你就是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了 希望你在美国生活愉快 如何如何就讲的客套话 接着不久就有一个移民局的人 他这个领事馆旁边就是移民局啊 他移民局在香港领事馆旁边呢 就把一个华人把我带去了 就给我办好了美国的居留手续 所以我的居留手续啊 拿的绿卡啊 不是到美国拿到的 我在香港就拿到了 而且他们把我的中文名字给我翻译过来 翻成英文 翻成英文 所以他那个翻译跟别人有的不太一样啊 不太一样 那个我那个凯吧 K-A-I嘛 对吧 他中间加了H K-H-A-I 是吧 他们说那个是香港那个移民局的人给我加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加个H 是吧 好像美国也有这种拼法啊 对吧 这都是香港移民局的人给我干 然后以后我就回答 给你的是一张卡还是一张纸 是一张纸 是一张纸啊 到了美国以后再给我的一个卡 就是那个纸是有条文码的纸 反正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纸吧 一个东西 他说这个就是代替绿卡的 对绿卡的啊 我当时对绿卡的概念我都不清楚啊 绿卡是什么东西 干什么什么的 说是绿卡就绿卡 是一张纸律的 就平时那张纸律进来啊 第二天呢就香港警察政治部啊 你当天晚上住在什么地方 回去住的 就回到政治部那个地方 回香港警察政治部那个 那个别墅里住的啊 那他们都为你感觉了很高兴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而且他们很羡慕 就不知道自己九七会怎么样的 老是说哎呀 程先生我真的羡慕你啊 都是这个样子啊 他们是变装还是警装 变装 全部是变装 我几乎没有见过穿警装的 穿警装的警察在我那个附近啊 看过 包括那个美英国人呢 那个那个那个长官呢 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头目了 来了 他都是穿着变装 都是穿着变装过来啊 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啊 我当晚我整晚我没有睡好觉了 没有睡好觉 第二天就把我送上飞机 通过一个特别动道 给了五百块 给我五百块钱 五百美金 你给你的 谁给你的 这是香港警察政治部啊 他们给你五百块钱 给我买一个cash 给我五百块钱美金 五张 是五张吧 三张还是五张 五张吧 应该是啊 我第一次见到美金 第一次见到美金 五张这个美金的 这个一百块钱 一张的 新鲜的啊 就给我穿啊 就帮我送上飞机了啊 到了美国以后 我就立了 对 你等一等等一等 那你是整这个新鲜啊 然后他们有个密包车 对吧 对 然后有几个人直接把你送到喜乐机场 你当时在喜乐机场吗 不是 在喜乐机场 喜乐机场 两个人啊 不算司机了啊 两个人呢 把我一起到了喜乐机场以后 也没有走别的那个正常的通道啊 就直接把我送到 这个进了进了这个飞机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后机的那个地方 嗯 直接把我送那里 然后把我送到 目送我进了进了去 进了飞机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飞机这个桥啊 啊 进进去 这个时候他们也完成了任务 我也完成了 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就开始了 人生命的 啊 跟我讲说你进去就是美国领土了 就这么讲啊 嗯 两个警察 但是这两个警察 不是 看我的那四个人 是另外两个人 就看我的那四个人呢 我在走的时候就跟我告别了 嗯 一个车另外两个警察来的 把我带走的啊 那那四个人呢就跟我告别了 大家还很依不舍啊 两个月相处啊 有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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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这个 而且大家有共同语言 没事的就就 聊一些共同关系的事情啊 这个就就非常好 嗯 给我做吃的 给我送书 我我那时候怕我无聊啊 那个那个华人政治部的那个华人的长官啊 啊 把自己的这个武侠小说啊 金融的小说啊拿给了我看呢 我是从来不看武侠小说的 我也不喜欢 但是那个时候我竟然把陆顶镜看完了啊 从此知道有个维小宝啊 哈哈哈 这金融写的小说啊 什么其他的英雄人物我一个都不熟悉 我最熟悉就是维小宝 嗯 就在香港啊 把一本这个看完了就看下去了啊 对啊 这一辈子就看过一部这个金融小说 就是就是这个陆顶镜啊 所以你刚才讲的是把你送过去的时候 你没有经过海关就直接把你送到了这个登机口 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 送去了就是那个不是偷鸡史吗 嗯 进去以后吧 进去就是飞机了嘛 这登机口的地方直接把我送回去 募送我进去以后 他们也算完成了任务啊 他们也算完成任务 那么我呢 我就说也开始了我的人生呢 呃又一段了 又一段了 在香港的这个这个过程 哎呀我想人生啊这个会有这样一些经历啊 会有这些经历 呃会跟这个黑社会打交道啊 呃会 不过 不过我还是先跟你报告一下 香港的政治部的人员是兵分养落 一部分呢 在这个 九季回归一些年 他们已经加于了香港临政公使 那么对这批人后来怎么处理的就不知道 但是呢 按照英国方面的安排 只要你愿意 啊 只要你愿意 而且尽可能的是告诉你 你不能留在香港 你不能参加香港的警察队 所以你受于警察区的一部分 那么都给他们一个公民身份 公民身份 公民身份 啊 啊 那么其中 啊 那么其中五万个公民身份是在九七 之前发发给这个香港的台识人员 其中有一部分 就是包括香港政治部的人员 也就政治部残子以后就解散了 那么他们是居住在啊 啊 英国伦敦大概九十英里附近的啊 一个镇上啊 啊 那么如果您到英国去的时候 我到时候告诉您叫什么镇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每个人都拿到了身份 只有极个别的比较早时间 他们已经离开了香港政治部 成为香港临政公司的一部分人 我估计那部分人也可以拿到身份 也就是说 英国人虽然不是那么讲道义吧 但是对这部分人照顾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现在 我也听说英国这个这个苏格兰厂啊 基本把香港警察政治部的这些人 在基本接收过去了 那么以后香港警察政治部啊 这个在九七以后还保留的 那就完全换的人了 全部换的并不是香港人 而是大陆人了 现在没有香港政治部 现在最近因为啊 这个港版国安法的出来 有可能会成立一个呢 这个类似于政治部的机构 现在首先是由警察局局长接任 未来一段时间是警察局副局长来管这个部门 就类似于当年的香港政治部 大概是这么一个机构 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大陆的这个这个国安部门呢 他们他们掌管了 成为国安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了 不是国安部 不是国安部 是公安部 和国安安全委员 所以他们也要做出来的啊 那么到底具体的谁花的钱 我知道我有同学在那里啊 还有我的朋友同学 但是呢 到底谁在背后 来支持他们啊 把我弄出来 使我有这么一个比较取折的一个人生经历啊 很多事情啊 我也我也不大清楚 那么二三十年来 我也坚持不问 嗯 我也不问 但是您的同学 他们后来又没有被调查被处理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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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跟你讲啊 我的同学啊 有的在国安部工作啊 当然有的很多都退休了 他们也没有被调查啊 另外呢这个我后来到了香港 到过一次香港 92年的时候我回归一次香港啊 那接着我会讲到这个香港 我还见过我一些同学啊 另外还见过我过去认识的派到香港的工作人员啊 香港的这个这个给国家安全部服务的工作人员 还不止一个 他们竟然一个都没有抓我 那抓我他们就立了功啊对不对 对 那你跟他们谈话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请我吃饭呢 请我吃饭呢 然后叙叙旧啊 然后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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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啊 而且有的还跟我讲讲啊 就是问问在在美国会情况是怎么样什么什么啊 就叙旧啊就是一般的谈一谈啊 啊并没有也没有没有没有抓我 嗯 真的很奇怪 你看当时候的社会上的传说啊 如果不是您与子亲口讲出来 我都有误解 我都以为您是正常出来的 而且听说你还回中国去了 那现在玩的这边不对嘛 您不可能回中国去嘛 对不对 我在香港的时候啊 这个我遇到的一些也除了过去的一些 一些一些人之外啊 还遇到一些就在深圳认识的 后来也被派到香港 去担任这个这个香港警察 这个特殊任务啊 包括我讲 你你可能都认识就是特区报的总编辑 张宏斌 是吗 他怎么样 他后来离开特区报了 张宏斌很奇怪 他过去是新华社派到深圳采访的 对啊 新华社他们除了有个知社以外的 新华总社来着啊 他采访久了以后呢 他就留在深圳了 就良心邀请他办深圳特区报啊 当总编辑啊 把深圳特区报办了以后呢 以后他就怎么活动活动 到香港去了 到香港去工作了 香港工作继续就是国安部的人派 担负国安部的工作 那么我那次我到了到香港以后 我还找到他 他请我吃顿饭了 我亲自读书请我吃的日本餐 在一个什么餐厅的 请我日本餐 两两天 他完全可以把我抓起来 他没有 没有 我还有其他一些一个朋友 也是国安部的人呢 都没有人把我抓起来 没有抓起来 还有在香港我还见过其他 比如一个珠光市长 珠光市长的儿子啊 以前广州市最早的市长嘛 叶剑英下面就他嘛 他叫珠光 珠光 他是曾生嘛 曾生要不就是珠光嘛 对不对啊 珠光市长儿子啊 这个朱穗峰啊 他跟我以前我见到他 他们可能也担负国安部的一定的任务吧 在香港办了很大的公司 跟叶佳合作呢 嗯 你说他办的公司是什么公司 那很有意思 办的是一个出的那个CD啊 啊 那个公司 他跟叶佳合作 叶佳呢 这个他们都他在那集体办 在一个呃 一个大厦的酒楼 他那个公司啊 呃 那里面有几个人呢 他下面工作人呐 都我都认识的 我都认识的 都以前我的同学 或者同学的同学啊 啊 或者同学的弟妹的这个弟妹啊 就这样的啊 他也没有把我怎么样 嗯 我就很奇怪 我很奇怪啊 而且还还帮着我啊 还给我钱呢 这样的啊 哈哈哈哈 送了我一大堆他出的唱片 是那个唱片呢 他出的CD干什么呢 就是把中国的呃 那些个各种各样的歌曲啊 把他汇成一个片CD 然后这个CD啊 用中央军委的名义 或者总政治部的名义 下发给全军 每个连队都要购买 我天呐 中国有多少连队啊 这个钱赚老了 叶佳 啊 叶选宁 叶选宁 那 具体办事呢 就叶剑英的孙子在那办 那实际管呢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小猪啊 他在管 他们跟叶家的这个关系很深啊 因为都是当时早期的 广州市的这个这个这个市长啊 是吧 最第一任市长是叶剑英啊 对不对啊 哎呀都没有事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很奇怪 可能是他们也有也有良心吧 他要不忍心抓你吧 要抓10个也把我抓起来了 抓起来了 我92年的时候我回过一次 到过一次香港 我是想通过香港回大陆 当然是没有办法了 因此在香港啊 那我到了香港啊 我就去找六哥 六哥跟我讲啊 你想回去我把你偷渡回去 偷渡回去 我是那可不行呢 那我一个是风险大是吧 偷渡回去 还得偷渡出来 对不对 我有什么我想看我妈妈啊 我看我妈妈 这个老太太非常想我